然后咱们来看一下吧 就是我们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案例 这个案例啊 就是咱们之前讲World Vector的时候 我们怎么去做的 我们做了一个情感分类的一个任务吧 那个时候我跟大家说 就是我们的一个World Vector 我们怎么样组成一个句子 好像很难组成一个句子向量吧 因为那时候我之前给大家怎么做呢 我是说用咱们的一个句子 用每一个词的向量求它这样一个平均值 其实这么做非常不科学吧 因为词和词啊 它之间的一个权重是不一样的 直接求均值啊 这个就是这样的一个差 这样的一个问题是很大的 那我们想一想 既然词和词之间的一个权重不一样 那我人为不好去添加什么样的权重 那既然人为不好添加 那这件事交给神经网络 不就完事了吗 所以说啊 这个RTM啊 它可以跟我们的World Vector 非常非常紧密的结合在一起 这件课呢 这个案例啊就给大家讲一下 怎么样把这个World Vector 跟我们这个刚才给大家讲的这个RTM啊 这组合在一起 咱们还是做这样一个案例的 参数的更新啊 参数的更新都是跟之前是一致的 都是通过咱们的一个反向传播 进行一个更新的 然后呢 这一块之前给大家概述一些啊 咱们简单再来看一下吧 就是我们在资源当中啊 有哪些的应用啊 聊天机器人这个小兵啊 大家都可以去调戏一下 还是其实我看大家说啊 这个小兵比较执胀 但是其实我觉着啊 能现在做到小兵这个水平 已经非常非常了不起了 因为我不知道大家自己 训没训练过这样一个聊天机器人啊 我是我之前自己玩过 到时候可以给大家看一下 就是一个另一种网络啊 咱们之后还一会儿再给大家说 用咱们那个Sequence网络啊 训练出来聊天机器人啊 简直就是一个特别特别执胀的东西 只能打上来你好这些东西 你问他其他啊 基本上答不出来 所以说现在这个小兵啊 觉得已经做的是非常不错的 然后呢我们的情感分析啊 就是我们一会儿要做的 咱们的一个 看他的一个 他是一个正态啊 还是就是一个低级的 还是他的一个消极的 Facebook啊 Facebook那个东西 因为除非他把他内部的细节 公布出来 让咱们大家自己都能去玩一玩 要不然的话 这个东西啊也不好说啊 因为我也不太清楚 他到底是怎么去做的 而且他还没有把这个产品 真正的公布出来 除非他让他能让咱们 所有人都去玩这个东西 那我才能说这个东西 表达效果还真的可以 然后呢这个机器翻译啊 咱们一会儿再说啊 怎么样把一种语言 翻译成另外一种语言 语音识别啊 语音识别 那我就想 其实这个东西啊 能不能应用到一个游戏上呢 用我们的RSTM啊 你的语音 其实不是一个序列数据吗 但理论上也能通过这个 也能输到我的一个RSTM当中 比如说我跟他说 我去补兵啊 我跟他说 我去月塔杀人 我说我放个二技能 那这个东西啊 他能不能应用到游戏上呢 也不好说好吧 我估计啊 以后可能会出一些 跟语音相关的游戏了 比如说跟贼德就有关 反正啊 我玩这个王者荣孝啊 玩不下去了 为什么 我这个手疼啊 这个大拇指啊 快快快快 我都快按掉了 你知道吗 尤其是一打团战啊 我反正 我就一打团战 我不知道我要打谁 然后我就反正 我就一直哗哗哗哗 一顿点的攻击剑 以最终也不知道 打的是什么东西 然后啊 咱们来看一下 我的一个磁像量模型吧 磁像量模型 咱们之前说过了 这个呢 咱们再用一个图的形式啊 给大家更直观的来看一下 我的一个磁像量啊 它是做了一件什么事 这块呢 我们先说 我们的一个整体的流程啊 我们的整体流程要做什么 一句话输进来了 然后这是我的一个神经网络 我让它分辨出来 当前这句话 它的一个情感 是一个积极的 还是一个消极的 那我们现在看 这个是它说的一句话 那这样一句话 我们之前说了 计算机不认识吧 所以说呢 我们得给它啊 转换成我们的一个向量 呃 我的一个向量啊 怎么来转换呢 咱们来想啊 这里它是不是 由一个一个词来组成的 那每一个词 咱们之前讲 那个word to vector的时候 都可以做成一个 固定为数的一个向量吧 比如说啊 现在啊 我就给它一共16个词嘛 16个词 我做成一个维度为d的 这个d可能是100 可能是300 做成一个维度为d的 这样一个矩阵 那原始的一个数据 它是这样一句话 那我做成了 这样一个矩阵之后啊 字它是 它有一个地位的矩阵啊 movie它有地位矩阵 每一个词都有一个地位矩阵 把它们放在一起 是什么 那不就是一个16乘上d的 一个矩阵了吗 有了这样一个矩阵之后啊 诶 好比什么 好比好像来说 我的一个输入 差不多构造好了 现在我的一个输入 构造好之后 那我想办法一下 直接给它 丢一身经网络啊 是不是能做这样一个事情了 这段情况下 这个数据有了 丢一身经网络 没准它就能进行一个 分类任务了 但是现在呢 我们要干什么 现在我要做的啊 它并不是整体的 而是要一个词 一个词的啊 对 就是跟我们的一个rn 它是对照在一起的啊 按照一个词一个词的去输入 这是我一会儿要做的一件事 然后啊 咱们再来看一下 我的一个词向量啊 在这里啊 又在这里 其实我又概述了一下 我们的一个词向量当中啊 就是不同的一个词之间啊 它的一个位置啊 是有一定的相关性的 在我们的相关空间当中 那我啊 是我喜欢 然后下面也是我喜欢 我们喜欢和喜欢之间啊 它的距离比较近 喜欢跟我的一个球之间呢 它的距离就会比较远了 一般情况下 我们把这个东西叫做什么啊 把这个东西叫做一个词嵌入模型 所谓一个词嵌入啊 它的意思就是说 把一个词啊 映射到一个空间当中 得到了一个空间上的一个表达 这个就叫做一个词嵌入 然后呢 我的这个wordwriter啊 上一课给大家啊 主要的一个概述过了 在这里啊 就是 嗯 其实我们输入的是个整料语料库吧 它就会啊 根据啊 我们的一个词 前后之间的一个关系 判断一下啊 什么样的词之间啊 它是比较接近的 主要啊 是根据我上下文的一个语境 是挂钩的 比如说 咱们这个ador啊 还有这样的一个辣语词啊 都是根据我上下文语境啊 才推运出来 它俩是比较类似的 那我的一个完成任务 该怎么做呢 当我拿到了一个语料之扣啊 我第一步要做什么 第一步要做的是 我的一个word to vector 大家都说 拿过来这样一个大语料之后啊 先训练一下吧 训练完之后啊 然后我得到了一个word to vector 的一个模型 在这个模型当中啊 我就可以得到啊 对于每一个词 它的一个向量是什么 然后呢 比如说啊 我现在得到了一些词 有了这些词项之后 然后以这个句子来之后 在我的句子当中 我去找不就可以了吗 出现哪个词 把哪个词 听完成一个向量 这不就可以了吗 所以说啊 我们的一个词嵌入啊 就做了这样一个事情啊 这就是我整体的一个流程 是表达一个 什么样的一个含义的 然后呢 我的一个啊 我们的一个签书举阵啊 是包含了 是我们训练 训练集当中 每一个的一个词的一个向量 然后啊 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词向量 是一个非常大的 如果说你的语料库啊 的一个个数是非常多的 我们得到的结果 也是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值的 word to vector 训练的一个过程啊 咱们就不说了 上一课都给大家说过了 然后呢 这是我的一个RN网络啊 咱们要把它结合在一起啊 这个就是给大家讲的 我们的RN网络 它是有这样的一个 递规的一个操作 跟我的一个时间序列是相关吧 比如说我的一个t等于零啊 第一时刻 第二时刻 第三时刻 一直到第十五时刻 每一个时刻啊 都输入的值都是不一样的吧 也就是说呢 现在我要一句话 进行一个分类任务 我是怎么输的 我并不是说 把我这样一句啊 做moviverse什么什么东西啊 一堆东西 我并不是整体的 把它做成一个向量 输入到网络当中来吧 而是说啊 要把它当中的每一个词 先转化成一个向量 然后呢 对于我RN的这个结构来说啊 我第零阶段输入的是第一个词 一阶段输入的第二次 二阶段输入的是第三个词啊 这就是我的一个 输入的一个顺序 所以说呢 它是啊 跟我们的一个时间相挂钩的 然后啊 在这里啊 这就是一个隐层啊 就是当前的一个输入结果的 有什么啊 这个啊 这个是一个机构函数 然后右边呢 就是我的一个当前的一个值 和我们前一阶段的一个结果值 所以说呢 我们的这种结果啊 是由啊 咱们的一个整个的序列啊 所共同决定的 这个就是我的一个网络架构啊 它是长什么样子 然后呢 我们来看啊 这块有一个max的一个sequence的一个lance值 这个lance值什么意思啊 我们也想啊 就是 嗯 当我输入的一个数据 比如说我输入的一个影评数据吧 我的影评数据当中啊 每个人写的影评都是不一样的吧 所以说呢 咱们拿到的数据啊 嗯 它的一个长度也肯定是不一样的 比如说 比如说第一条数据 它长度是有25字符 第二条数据是有30个 第四个数据是有50个 那对于这种情况下 我们该怎么办啊 这种情况下 我们就要把数据啊 先进行一个统一了 咱们想啊 就是说 我的神经网络 它允许你第一次输入的一个数据是 比如说咱们有这么长的数据 还有这么长的一个数据 还有这么长的一个数据 每次输入的数据 如果说长度不一样 这个是有16次 这个是有30个 这个呢 是有20个次 第一次的数据 它是一个16乘D的 第二次呢 它是一个30乘上一个D的 每次大小都不一样 大小都不一样 你神经网络咋更新啊 别说更新了 连连都没办法往一块连吧 因为咱们神经网络 是这样一个全连接的操作 所以说呢 在这里啊 我们需要啊 先统一个值 就是我要把我所有的一个数据 都固定成一个固定的大小 那这个固定的大小是取什么合适呢 可能大家会认为 应该取最少的吧 然后在我对大上面过去结 其实呢 我们并不是取最少的 而是取一个更常见的一个值 比如说取的一个长度是一个20的 取一个适中的 这样一个20值 比如说咱们来说啊 就是假设说 我取了一个长度是这样一个20 那这个20乘地不用变了 那16乘地怎么变啊 这块我要进行一个天充吧 天充什么 你可以天充一些 就是你自己给定一个值 比如说你设置一个天充值啊 他给你带字值是零 那这块呢 我天充出来一堆零 可不可以 也是可以的吧 然后呢 这个30 这个30怎么办啊 咱们后面部分啊 最难办法给它直接补掉了 或者说把我们的锯子进行一个压缩啊 提取出来一些骨干 用一些三元处理的方法啊 比如说也给它找出来 比如说你用TFIDF 算出来20个权重最大的 给它保留前20个 然后提出来它的一个项链 这个啊 就是我们现在要做的一个 基本的预处理的一个任务 我们要保证啊 就是我的一个数据啊 每一条 每一条锯子来了之后 它的一个大小啊 都是一致的啊 这是我们的一个潜在的要求 不满足这个要求行吗 不满足这个要求 暂时是不行的 然后呢 最后啊 我想得到什么 最后我连上我的一个分类器就可以了 我的一个分类器啊 比如说啊 咱们现在要做的是一个二分类吧 要做二分类啊 我最终我要预测的 它不就是一个概率值吗 比如说啊 它是一个啊 它是一个高性的 可能0.209 它是不高性的 可能是一个0.91 这个就是我最终啊 想得到的一个结果值 然后呢 这个是二人啊 网络基本的一个架构 然后呢 下面啊 是我的一个RSTM网络的一个架构 RSTM啊 之前给大家概述了一下 就是它里边啊 核心什么 核心啊 是有这样的一个CT啊 就是有这样的一个 咱们的一个 就是控制参数 这个控制参数啊 是用来保证啊 咱们什么样的值 该进更新 什么样的值啊 什么样值该保留 什么样值啊 该进行一个舍弃的 这个啊 就是我的一个RSTM啊 它的一个网络 是长什么样子 然后呢 这些啊 这些跟咱们PPT上 都差不多的 我就不给大家 一个一个的去概述了 然后我来说一下 我们的一个 咱们这个案例啊 它的一个流程吧 要做这样一件事啊 咱们该怎么去做啊 第一步 是不是 我们拿到的是一个 原始的预料数据 要给它转换成一个词向量吧 所以说呢 你需要先把这个大表 每一个词 对应一个什么样向量 这个大表 现在做出来啊 咱们可以用G-SIM这个库 帮助我们去做这个事吧 可以 既可以用这个G-SIM这个库啊 去做 你也可以直接去套用一些现成的 什么叫做现成的 人家拿个非常非常大的语调库 做完了之后的一个东西 那么大的一个语调库 做完了之后啊 人家是不是训练好了 每个词的一个向量了 那咱们给它训练的东西 拿过来不就得了吗 不就是一堆数值吗 一个300V 或者是50V 或者是200V的一个值吗 把人家词拿出来 咱们自己用可不可以呢 也是可以的 这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方法 然后呢 词和ID的一个映射啊 这个是我们基本上要去做的 词啊 就是不光啊 就是我们词不能直接拿过来 我们要把一个词 转换成一个数字吧 通常我们要做这样一个映射的 RN的网络结构啊 用TENZFLOW啊 做这样一个RN网络结构啊 是一个非常非常简单一个事啊 基本三行代码就能搞定啊 如果用人家的这个框架啊 是比较简单的 自己写起来啊 难度就稍微有些大了 第四步呢 训练用的模型啊 最终测试一下我当前的一个效果 不就可以了吗 好 真是的